今天的天氣還是屬於典型夏天的天氣 特色就是一樣 之前跟常常提的兩個 第一個就是溫度上會偏高 第二個就是容易有五會雷陣雨 那我們先來看今天累積的雨量 今天出現比較大的降雨 是在南投的山區 另外是在北部 在新店山區 然後慢慢的往台北市去移動 石雨量都有達到40甚至50毫米 這是相當大的雨量 基本上明天 後天兩天週休假期的天氣 跟今天是相當相當的類似 一樣都是在太平洋高的籠罩之下 所以各地溫度都偏高 我們來看北部的溫度 可以來到36度 中南部是33到35度 甚至到了東半部地區 都還有32到33度的高溫 所以在這種溫度底下 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感覺上會相當悶熱 而且因為明後兩天的雲量上 可能也會偏少 所以在中午的直外限指數 也會相當的高 盡量避免外出 如果要外出的話 一定要記得做好防曬工作 多補充水分 另外再講到明天 後天的降雨的部分 也是跟今天滿類似的 特色就是容易在中午過後 產生午後雷震雨 那中午後雷震雨 會來得又急又快 有時候會伴隨瞬間大雨 雷急還有強震風等情況 如果再劇烈一點 甚至不排除 會有冰雹的情形出現 所以整理上來說 明後兩天天氣 還是比較穩定 要出油的話 是非常的適合 但是要注意 就是溫度的部分 第二個就是各地 在中午過後 可能會碰到午後的雷震雨 大家要特別注意這種現象 以上資料 是由中央氣象局提供 我們看到明天 在北部地區的基隆 台北和桃園 都還是高溫炎熱的天氣 但是可能午後有雷震雨 至於新竹是多雲游雨 中部地區的苗栗 也是多雲游雨 27到34度 台中彰化南投和雲林 都是晴天 但是有震雨 26到34度 南部地區的嘉義 也會有雷雨出現 26到33度 台南高雄和屏東 都是多雲游雨 27到33度 東部地區只有宜蘭 看得到陽光 26到33度 花蓮和台東漲的機率 大約是四成左右 外島地區的澎湖和金門 都是多雲游雨 26到33度 馬祖出現